它意味着爱情 它从如此抽象的符号里边 才看到爱情 这些课的标题就是找的 叫什么啊 当谈说遇上爱情 刚刚接到这个题目 我的心里感觉就是挺新奇的 就是因为老师也给我们说过 这是上一节数学课 随着X的变化 外也发生变化 文中的Y和X 是谁是坚珍普遇的 我们一般认为 爱情应该是很难表述的 于是我们把一个函数 这么难理解的概念 建立一个爱情的背景和情境 通过理解爱情 它就理解了函数 孩子们就觉得随道去长 我觉得你这样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 对函数这样比较抽象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认知 就是可以更加深刻 在组合轴上 它还会有个K和B 那K和B就尽量是X和Y的生产打开 然后还有那个身高材 就是对它是我喜欢的 很可能被 催婚逼婚死了 座标和网上是代表的 就是他们两个的感情更好 越来越换越感情就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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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但是不像也是没有尽头 所以我们的爱情是没有尽头 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 他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价格观的引导 和他们进行一个不过多干预的一种沟通 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和他们的一种成长 是用良性的引导 叫特别管